我很紧张 终于爱尔文的第一支手机开箱评评影片来了 感谢Google提供了Google Pixel 3 其实这一支手机在三个月就已经发布 也开始贩售了 那网路上面已经有很多开箱评评的影片 那知识化的那些跑分啊什么我就不做了 那些如果你要看的话可以去看其他人的影片 那我今天主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在意手机的几个点 包含了手机的外观设计 使用体验 相机的表现 还有身为一个苹果产品的重度使用者 使用后的感想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还是要简单的进行一下开箱 打开手机的外盒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手机本尊 手机的外观非常有质感 接下来你会看到插信卡的帧 说明书还有Google Pixel的贴纸 这个是附送的耳塞式耳机 使用的是USB Type-C的接头 提供的充电器是18W的输出快充 充电线两端都是USB Type-C 另外他们也附送了USB Type-C转3.5mm的转接头 让你可以接上一般的有线耳机 还有一个是Type-C转USB的接头 那配件除了手机内附的之外 目前还有专属的无线充电器 这个Pixel Stand 还有它的保护壳 对它支援无线充电 采用的是器的规格 Pixel Stand全白的设计一体成型 整体都是轻腹材质的细胶 搭配Pixel 3 你可以启动Google的语音助理功能 提供的无线充电功率是10W 原价是2600 现在我看到官网上面是 只要买手机它就送 那我不知道会到什么时候 官方的保护壳我要特别提一下 因为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它不是一般的塑料那一种 而是编织布料的材质 内层是纤维 有一种文清风的感觉 只是它要价1390块 另外比较特别的是 你可以在官网上面 使用自己要用的照片 来去定制专属于你自己的保护壳 这有一点点酷 回到Pixel 3 Pixel 3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萤幕比较大的 6.3吋的Pixel 3 XL 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手上所拿的这一支 5.5吋的Pixel 3 两款都是OLED的萤幕 我很喜欢的一点是 大的和小的的差别 就是萤幕的大小 还有电量的差别 仅此而已 对啦 还有就是有刘海或者没有刘海 不会因为你选择的大小 而失去某一些功能 像苹果的手机就会这样子 在性能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落差 比如说相机的规格啊 功能啊等等的 这样子真的让消费者很苦恼 因为我可能今天只是喜欢比较小的size 喜欢小的握感 但是却因为这样子要去失去某一些的功能或性能 那Pixel 3它就不会这样子 所以well done google 手机的正面跟背面都是玻璃的材质 中间是铝合金的边框 那背面分为上下两个层次 上面是亮面的下面是雾面 确实如果你今天把手机和钥匙啊零件放在同一个口袋里面的时候 背面雾面的那个地方是比较容易产生刮痕的 但是它不是真的刮痕 是可以清除掉的 我自己是不敢做这个实验啦 但是我看到国外有人做这样子的实验 他去拿各种东西去刮手机 比如说拿那个钥匙去抠抠抠它 它上面的确会出现很多的刮痕 但是都是可以清除掉的 因为它的玻璃密度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我会把影片放在资讯栏位跟资讯卡上面 欢迎大家去参考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影片 它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刮痕 成体的外观设计简单不失质感 特别是我的这一只纯粹黑低调奢华 只有手机的右侧这边有三个按钮 对于习惯用苹果手机的我来说 刚开始还真的是有点不习惯 不习惯要怎么样去关静音 但其实你只要把旁边的两个按钮 同时按下去就可以了 充电孔在下面使用的是USB Type-C的插孔 那来到了它的正面 小的这一只是5.5寸的OLED萤幕 LG的面板 那XL它使用的则是三星的面板 相较于我之前使用的iPhone 8 Plus来说 也是5.5寸的萤幕 但是体积却小了不少 当然我知道不同年代的东西 不能够这样子来去做比较 萤幕比例也不太一样 果粉先不要激动 我想要表达的是 当我从iPhone 8 Plus 换到Pixel 3使用的时候 享受到差不多一样大小的萤幕 手感却轻便很多的感觉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有疑惑 阿你怎么都没有提到刘海 不好意思喔 我拿到的这一只是Pixel 3不是XL 所以它没有刘海 那正面有双喇叭 声音播放出来 当然不能够跟喇叭来去做相比 但是还是堪用的 相较于iPhone的手机 我觉得它的低音比较多一点点 前镜头有两颗镜头 后镜头只有一颗 我们后面会再来 仔细地说一下它的相机的规格跟表现 好在后镜头不是在指纹编织的旁边 要不然会一直被按到 我是一个从iOS系统跳过来Android系统的用户 在第一天使用的时候 确实还蛮不习惯的 我只说第一天哦 我不知道该说我的适应能力强呢还是 决定要换过来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有点恐惧的 害怕不习惯 害怕Apple tone用等等 但其实手机界面的使用逻辑 就是那个样子 一个阶层一个阶层的进去 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后退 如果你使用的是iPhone X以上的手机的话 那你会更容易习惯 因为切换程式的方式跟iPhone X以上的手机 是比较相近的 只是相较于比较自动化的iOS系统 Android系统它提供了你更多自定化的功能 让你可以自己选择 那下面我就来分享一下一些 我觉得比较好用的功能 这些功能不一定是在Pixel 3上面才出现 有一些在其他Android的手机上面就有了 但确实是比较少在iOS上面出现的 Pixel 3它搭配的是Android 9的系统 我喜欢几个Android的功能 包括了桌面 有一些可以自定化的小工具 桌面摆放App的那个Icon的位置 可以随性的移动 你空间要怎么调 要空一个也都OK 提供你更多详细的资讯 比如说手机的用电量 预估还可以用多久 多久之后会耗尽 当然这个是仅供参考啦 那像三星之前就有的iOS Display 这一次在Pixel 3上面也有 它让你在锁定萤幕的时候 你只要一看手机 你就知道时间日期温度跟通知 就是它会一直出现在你的主萤幕上面 在音量的控制上也不是单纯的只有大小声而已 而是它可以分为媒体的音量 通话的音量 闹钟音量 凌晨音量等等 分割萤幕是我一直想要使用的功能 可以让你在同一个画面上面进行两个程式 还有一个功能是你可以设定 把你的手机翻转过来平放的时候 就自动开启误饶模式 智慧 我想要说一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功能 但是大家可能比较少用到的 就是倒数计时器 如果你用过去年以前的iOS系统的话 你会知道 iOS系统里面内建的倒数计时器 是一分钟起跳的 那个时候你还不能够设定30秒 那现在可以了 但是你只能够设定一个 在Pixel 3上面 我可以设定多个倒数计时器 比如说我在重训的时候 我会设定主速之间的休息时间是一分钟 但是在我拉筋的时候 我要维持一个拉筋的动作30秒 那我就不用一直重新的去设定 这个倒数计时器 因为我可以储存多个常用的倒数计时器 我觉得这是一个贴心的小地方 在Pixel 3上面 它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功能 它可以开启一个背景程式 自动的去帮你辨识附近你所听到的音乐 然后储存起来 在你想要回顾这些歌曲的时候 你可以去查询 我实际上去使用这个背景功能 目前台湾感觉好像 没有办法使用Google Play 来直接播放音乐 你只能够看得到歌名 然后自己去找来听 那中文歌 我目前还没有辨识到 就是我只看到英文的曲目 Google翻译在Pixel 3上面有更好的应用 如果你在其他的App 或者是网页上面 有开启Tap to translate 这个功能的话 你只要复制文字 就可以自动的翻译成预设的语言 这一点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智慧镜头除了可以让你找到相关的产品之外 也可以直接的翻译外语 这一点是让我觉得在出国点餐的时候 特别方便的地方 当然啦 自信三星也就有了 有一个功能应该是专属Pixel 3 它才有的 叫做Call Screen 国外的自媒体都有示范这个功能 它可以让Google的助理 帮你接听电话 先让对方和Google助理通话 然后对方所说的话 它就会直接变成文字 出现在萤幕上面 然后你再来决定说要不要接起来 那这个功能是用在一些 你不认识的来电 或者是推销电话上面 帮你过滤掉 目前我看到的消息是 之后升级 会让电话挂断之后 也会保留这个记录 但是台湾区还没有开放 之后也会先优先以美国区 还有英语系统的手机 优先来开放这个功能的使用 我没有特别在语音助理上面琢磨 是的 它的确从这只手机开始 中文版的Google语音助理诞生了 相较于Bixby Siri 它确实更聪明 它甚至可以启动应用程式 但是有时候它也会犯傻 我示范给你们看 帮我播放徐佳寅的音乐 好的 我正在尝试让The Butterfly 帮你播放徐佳寅 这个还蛮厉害的吧 然后呢 它就开始播放徐佳寅了 第一首歌是《言不由衷》 我先开有点小 帮我播放流行音乐 没问题 我正在尝试让The Butterfly 帮你播放流行音乐 它播放的是 何日君再来 What 这个不是Google Pixel的错 绝对是 专辑名称的错 因为那个专辑的名称 就叫做流行音乐 所以它才会播放到 何日君再来 现在使用Android 其他的手机 你也可以开始使用 中文版的Google语音助理功能了 至少我知道三星的Nopa 是可以的 只是我想请Google 把OKGoogle或者是 HeyGoogle这个功能 把它放回来 因为我前阵子 突然就没有办法 使用这个功能了 后来我才发现 他们把Voice Mesh这个功能 给关闭起来的 我怎么开都开不了 变成说我今天如果 要使用Google的语言助理 我可以从旁边这样子按一下 来使用 就是Active Edge的功能 那另外一个就是 按着它的Home键 长按 但是其实我更常使用的时间 是把它放在一边 或者是我人可能躺在床上 然后我就要 HeyGoogle 帮我设定闹钟 或者是 HeyGoogle 帮我设定倒数一分钟 如果每一次使用 都要把手机拿起来 我觉得真的不够方便 拜托了Google 很多人在意的一个点 就是4GB的RAM 到底够不够用 我实际上面把 我所有需要使用到的APP 都灌入这个手机里面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我都只使用这一支手机 才敢来做这一支开箱评测影片 就我目前的使用状况 我从来没有自己去关闭程式 但从来都没有遇过 闪退或者是上机的情况 有一次就是 当我在使用 无线充电器充电的时候 然后搭配蓝牙耳机通话 它好像手机过热 然后就自己关机了 就这么一次 那我不是一个 会玩手机游戏的人 我的手机 是用来处理 比较多的商务类型 和多媒体的资料比较多 使用Adobe Lightroom 来编辑照片的时候 也都完全没有问题 也不会lag 至于我最担心的 这个状况 就是会不会lag 这大概是我对Android 手机最有阴影的地方 因为我曾经买过HTC M8 那个时候我只用了几个礼拜 好像还不到两个礼拜 就开始出现lag的情况产生 而且越来越严重 我后来真的是火大 让我从此以后 不管再使用Android的手机 真的会有阴影 但是目前一个月过去了 我很庆幸Pixel 3上面 没有出现这样子的状况 有稍稍的抹去掉我心中 对Android手机的阴影 好啦抹去蛮多的 电力的表现上面 我没有任何的感觉 没有任何的感觉 不代表说它不好 而是我觉得普普通通 我举一个实际使用的情境的案例 就是我早上十点钟 从新竹出发 搭客运到台北 一个小时多的车身里面 一直使用手机来看影片 那之后呢 就是断断续续的使用手机 发一些社群媒体 这样子 晚上七点多 搭车回来的时候 在车上继续 non-stop的使用手机 到家都还有一点点的电力 在日常的使用上面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可否认的 相机是所有手机评测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之一 好的相机 是否就造就更好的手机 我觉得这个答案 没有一个标准 但是 我绝对相信大部分的使用者 特别是年轻人 非常关心这一点 Google在软体影像处理 AI大数据等等方面 下了非常非常大的功夫 非常Google的style 单一后镜头 在效能表现上面 完全不输其他的双镜头 或三镜头的手机 我自己是没有那么多手机 来去给大家做比较 就我所做到的功课 所有人哦 包含外媒 对他的拍照功能 是肯定的 也有不少人 是直接把它列为 2018年 拍照最强的手机之一 单一的后镜头 1220万像素 Dual Pixel 光圈1.8 准确的色文 增值的呈现 自动对焦也可以追焦 景深也很棒 那当然如果你要使用肖像模式的话 你可以获得更浅的景深 它和iPhone上面的人像模式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即使你今天不是拍人 我是说在人像模式上面哦 你也可以很好的去发挥前景深的效果 但是iPhone我常常就是 要对个老半天 前镜头是这个手机的王牌 之一 双镜头 一个是一般的镜头 光圈1.8 视角是75度 那另外一个是广角镜头 光圈2.2 视角97度 我个人认为哦 前镜头真的就该如此 因为前镜头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就是用来自拍用的啊 除了拍摄自己的脸之外 一般的使用者最常来使用的就是 拍照去记录当下的情境 像旅游 那你可能需要包含附近的一些景色 三个人或者多个人的合照 这些都是前镜头的功能 这张照片就是使用 这支手机的前镜头的广角镜头来拍摄的 猜猜看有多少人 猜对没有讲 目前镜头无论是光角镜头 或者是一般镜头 它都可以使用肖像模式 效果还不错 我目前只有一次 在头发这边边边的地方 有一点点失灵 还有一点是我非常喜欢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真正的关闭美肌功能 我可以理解有很多人喜欢美肌这个功能 但我不是说不要这个功能 而是对于某一些不喜欢使用这个功能的人来说 你要给我们这个选择 让我们可以关闭呀 如果你有在使用它牌的手机的话 你会发现即使你把美肌关闭了 它还是有美肌的效果 所以我很谢谢这支手机 可以真正的关闭美肌功能 这一个月日常拍照实色Pixel 3 我觉得它的动态范围很广 HDA效果也很赞 如果你是会后置的人或者专业的用户 你还可以去启动同时储存RAW檔 和JPEG檔的这个功能 让你在后置的时候 可以有更大的调整空间 那当然档案一定会变得比较大 但这一点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的原因 是因为反正你购买手机的时候 Google在2020年1月31号以前 它会送给你无限量的Google Photo的储存空间 这一点真的很赞 我甚至可以把平时要储存在手机里面的照片 也存在Google Photo里面 我在手机的项目里面都看得到 却不占据我手机的储存空间 随时可以下载或者是传送 几个特别的功能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动态模式 在快门按下的前面跟后面它会预留一些画面 万一说有人眨眼的话 你可以选择比较OK的画面 特别适合用来拍摄小孩子 第二个自动拍摄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功能 它只会在你笑的时候 就是微笑或者是劣耻而笑都可以 它才会自动的按下快门 第三个Night Sight夜市 这也是这支手机的王牌 王牌中的王牌 变态到极致 我跟五一吓到吃手收 他们利用Google最厉害的软体AI 非常浮夸地把夜晚拍得非常清楚 那这不只是在后镜头可以应用 连前镜头 包含广角镜头也都可以使用 第四个 SuperRex Zoom 可以拍出比一般数位变焦 来得更高清的远距离照片 当然我个人认为它还是没有办法超越真正的光学变焦 但确实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 而且很厉害 最后一个 一般的手机都可以侦测到QR Code 对不对 当你开启相机的时候 它连Email、电话 它都可以侦测得到 你就可以直接发信过去给对方 在录影的部分就稍微普通了 稳定的功能还是相当不错的 也可以追焦 4K拍摄30帧 1080P可以来到120帧 720P可以来到240帧 但是要注意的地方是 当你在拍摄升格画面的时候 是无法追焦的 只能够定焦 这点有点可惜 那我不喜欢的其实是在它的收音 我觉得 嗯 真的有待加强 那当然如果你不是拍摄Vlog 或者是像我们这样子需求的影像创作者 也许对你来说影响不大 很难有一台手机是十全十美的 使用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有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 比如说在你播放音乐 锁定屏幕的时候 没有媒体控制器 我觉得这一点是还蛮重要的 没有那一件螢幕录影功能 有一些APP的厂商更新的还不够完整 像IG IG这么大价的IG 我想说 它竟然在限制动态里面 没有办法让我把文字置中 好啦 这一点有人care嘛 IG 赶快更新你的Android系统 如果你去问一个果粉 有没有办法长时间使用苹果产品之后 跳槽到Android的系统 大部分的使用者 我想还是会选择性的待在舒适圈里面 因为习惯 在美国的写访当中 有很多人离不开iPhone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生态系统 就是Ecosystem 再更仔细一点的 说应该是iMessage 但是这是在美国 在台湾或者亚洲人的市场里面 比较多人用的可能是LINE 或者香港马来西亚 他们使用的是WhatsApp 那其他像我习惯使用Nodes 现在可以用Google Keep来代替 在iOS和Android系统上面都是畅行无阻 其他的App 几乎都有iOS还有Android的版本 所以你说传犯的过来吗 我个人是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我自己可以生气的感觉到这几年 苹果的手机没有太大的创新 价格倒是有不少的突破 那说到价格 Pixel 3 27700元起跳 这样子的旗舰手机在现在的市场里面算中高 但是如果你要跟苹果手机来比的话 又较便宜了 我自己是一个多媒体还有商务类型的手机使用者 有很多Google的软体产品 从形式力到Gmail Google Keep Google Task Google Drive Chrome等等的 它的兼容性都很高 手机又是使用Google的原生系统 以Pixel 3来说 如果你需要的是一支高性能拍照很强大的手机 不会太大 手握起来刚刚好 又没有刘海的手机 这一支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啦 劈里啪啦 我都不知道我录了多久 这是爱尔文的第一支手机开箱与评测 还有使用心得分享的影片 你们觉得如何 欢迎留言让我参考 也让我可以更进步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帮我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啰 拜拜